小伙伴们大家好,在1月16日清晨,也就是赵忠祥老师78岁生日的当天,赵忠祥老师的儿子赵芳发文证实赵忠祥老师因病在京去世 这个消息一传出,一时激起千层浪,众人纷纷表示哀悼 娱乐圈中的明星们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自己的哀思之情 当中著名女星马依丽也在得知赵忠祥老师去世后发文悼念 马依丽虽然是娱乐圈中的大明星,但是因为赵忠祥老师的影响力实在太大 马依丽也是听着赵忠祥老师的声音长大的 马依丽在悼念中表示,那陪伴我们长大的,一汪纯然又沉浸的声音终于离我们而去 就是因为这样一次悼念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确切地说,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因为其中的两个字,这两个字就是忠于 很多人觉得赵忠祥老师去世是一件十分悲痛的事情 而马依丽为什么要用忠于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好像是有期待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的意味 认为马依丽这样说是不尊重赵忠祥老师 甚至有网友表示马依丽的语文水平太低 那么看完你是怎么认为的呢,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